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护老实的金字红死后身为贵人 仍需面对地狱当中重重的审判 每一层的地狱判官 对于逝者生前罪恶的资出弊较 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如果连金字红这种我们这些普通人一看都觉得他真是好人的家伙 都还显现因为罪恶而不得转生 那我们这些反人们又有什么机会呢 而到了续集 与神同行最终审判 这些审判都被一一的跳过 第二位贵人金绣红的审判 也被简化到只剩下一个疑问 他究竟是不是冤死了 在第一集 把他买了的两位军中袍泽 在生前 与他并无冤仇 甚至还是非常好的朋友与伙伴 最后 却还是要检讨人性终极的弱点 当你的环境极端之时 是否还能保持人心 但是 由马东石所饰演的承造神 也在剧中 道出了一句让人感慨万千的无奈 这事上本没有坏人 只有很坏的状况 当然 他也另外给观众们一个警告 股票很危险 连阎罗王都无法预料结果啊 除了金绣红之外 三位使者前世的故事 占了整部电影的绝大多数 而这三个人的故事 彼此牵扯 错纵复杂 又恩怨难辩 而在第一集原本严酷的地狱审判 到了第二集 却又变得如此的温情 原来 千年的痛苦并不是惩罚 而是面对自己过错的机会 若无法面对自己的错误 那无论在何处 都将身处于内疚 与自责的心灵地狱当中 因此 与神同行最终审判的主旨 与与神同行 是一脉相成的 只不过第一集的故事 是以母子情结 作为情感抒发的窗口 而续集讲述的 却都是父子间压抑难解的情感 兄弟之间争夺父外的情仇 祖孙间不愿分离的情谊 甚至是李德春 与杰月脉在前世的相遇与恩怨 都含有子孙辈对父权关爱的渴望与追寻 第一集的母子情 以煽情的大呼认错作为结尾 但第二集的使者 虽眼看着贵人在他们眼前 因前世仇怨解脱而成功转世 但是自己 却仍旧无法面对自己的软弱 这部电影 有两个隐藏结尾 其中一个结尾所隐藏的剧情 非常的令人心碎 与神同行最终审判 全在父亲节上映 还真是有他的道理啊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